今日7.17,进入2018年入伏的第一天,入伏即是三伏天,也就是说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来临了,所谓东练三九,下练三伏,也就是说进入伏天是养生的黄金时期。 三伏天这段时间,人们常常会感觉到精神不济,四肢乏力,食欲解退等情况,那么怎么样能舒适地度过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候呢? 三伏天要如何养生呢? 今月入伏,吃三瓜,补三苦,喝三汤,为健康打好基础,错过再等一年,今月入伏,吃三瓜,为健康打好基础,错过再等一年,伏天吃黄瓜,消瘦为血压。 五国医学著作本草求真中记载,黄瓜气味寒,浮磁能清热沥水。 三伏天天气颜热,可以多吃一些黄瓜,对于消除三伏天气的颜热有很好的作用。 并且黄瓜中还含有肺腑的膳食纤维,美,甲的微量元素,对调节人体的血压,吻厚血压,预防高血压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等,都有很多的作用。 伏天吃丝瓜,凭谈喘丝瓜中,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,是一种非常适合日常食用的一种绿色蔬菜。 丝瓜不但能够看过敏,美容,还堪称是三伏天气里清热泄火,凉血解毒的好帮手。 如果出现了谈喘咳嗽,热病烦咳的,也可以试着补充电丝瓜来缓解症状。 但是丝瓜性凉,且不可过量食用,伏天至冬瓜,增食欲,冬瓜可谓是夏季的,来良药,不仅能够清热化痰,降火解毒,利尿消肿,而且含糖量非常低,对于三高病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由于不含脂肪且含糖量较低,对糖尿病,心脑血管疾病,高血压等人群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古人曾说,若孕妇肠时,则胎而毒,命而无病。 不三苦,三伏天炎热,身体更容易激火。 而根据五行相配原理,夏季对应的是心脏,所以夏季更易新火。 苦为食物可以清新火,所以夏季可以吃一些蒲公英、苦瓜、苦刺心等蔬菜和野菜一清热。 一,入腹吃蒲公英蒲公英,被称为天然下火草,有很好的去火消炎的效果。 夏季可以喝一些蒲公英,但值得注意的是,蒲公英性好。 所以在饮用蒲公英的时候,最好用发酵后的蒲公英红茶,或者是蒲公英跟红茶。 如果出现上火荧气坊子发炎,咽喉中痛,这个时候,可以用蒲公英泡水喝。 因为,蒲公英有天然抗生素质称,有光谱炭菌的效果。 其中最重要的营养成本是绿云酸。 所以,在抗菌消炎,改善饭子疼等方面,都可以用蒲公英。 二,乳腹吃苦瓜苦瓜的苦,才是营养的关键和精髓。 中医认为,苦瓜的苦,有清热解暑,清新除烦,借皮开胃,意气解发,意顺利尿的作用。 夏季天气颜热,容易长出被子,所以可以在餐桌上加入一道苦瓜。 三,乳腹吃莲子莲子,是一种非常适合夏季的滋补佳品。 它为嘎、色、性贫、乳心、肾、皮散精,具有补皮、养心、补食等功效。 生吃可补心皮,熟吃能补皮味,可以将莲子做成甜食。 它菜的来补充,或者是因为天气炎热,可以将莲子做成糖水饮用。 今月入浮,喝三汤,炎炎下热,屈属的饮品势必不可少的。 很多中年老年,在夏季,容易出现血糖,血压不稳定的情况。 一,五豆汤,取绿豆,红豆,黑豆,白饼豆各适量,生肝草食客。 做法,洗净,加入清水煮汤,冷凉后饮用。 功效,清水解渴,明目解毒,沥水消粥,补血安神,抗病毒,降血糖。 二冬瓜香仁汤,冬瓜,香仁,瑶柱,冬菇,瘦肉,叶香花饰料,将少取。 做法,将冬瓜,冬菇等切粒,瘦肉腌制五分钟。 加水1250毫升,加冬菇,嚼煮,将煲二十分钟。 加入冬瓜再滚十五分钟,转慢火加入瘦肉和香仁。 滚熟后关火加叶香花,全味即可。 功效,清热沥水,结束生津。 三,蘑菇汤,苹果五朵,油适量,盐适量,葱一小勺。 将三片,蒜二瓣,做法,苹果用手撕开,锅中下油,加入姜菜包香,加入适量的水,水开后,将撕开的苹说,煮熟,加盐,即可。 蘑菇汤有开胃的效果,它既可以给人们在夏天补充身体所需营养,又可以消糖开胃,提高身体消化吸收能力。 蘑菇不仅营养丰富,更是减肥燃脂的得力助手。 图片来自网络,如有联系删除。 谢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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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